嗨,大家好 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个日式味道浓厚 美味的白菜猪肉味噌汤 主要材料呢 就是白菜和一点胡萝卜还有猪肉 硬加点韩国泡菜还有奶酪 这两个呢可有口无 然后就是味噌和一点姜 之所以要为大家分享这道菜汤呢 不仅是因为它做法简单 而且营养很丰富 特别是这个白菜 它富含食物纤维 不仅帮助我们润肠 而且还能够促进身体排毒 同时呢它还富含维生素C和A 现在吧是三月初三寒四温 多吃它呢能够帮助我们预防感冒 真的是既经济又实惠的蔬菜 希望大家能喜欢 这个白菜呢很容易过火 大约切成这样就行 我最近都是用这个炒菜锅来做烫 锅热了 加油 然后加一点少量的姜 先炒胡萝卜和猪肉 再加点料酒 炒到一定程度了 放白菜心 先加适量的水 盖盖煮一块 放叶子 再加一点鱼筋 也可以是鸡筋 再盖盖煮一分钟左右 烧开了之后加入韩国泡菜 这个韩国泡菜呢也是发酵食品 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胃乳动 应该多吃 好大致差不多了 关小火 把味噌放进去 这个味噌放的时候就是不能开大火 哇看着就有食欲 白菜真的是很好吃 而且还美容 好 关火 奶酪 加在里面 没有奶酪也可以加牛奶 这样就是一道非常浓厚 香醇的菜汤 有味噌呢 我的橱窗里头有卖的 市场上买不到的话 可以看看我的橱窗 加点葱花 我呢 有些时候喜欢放这个花椒辣酱 不过今天不放 真的很入味 白菜里的猪肉和味噌 还有韩国泡菜的味道都进去了 真的是很浓厚 有多少丢人羹吃多少 还可以放一些芋头 还有白萝卜之类的 现在让老公来尝一尝 辣不辣 不辣 不辣 她说不辣 吃的 很香 但是 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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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辣 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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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辣 店好 喜欢食尚的人 富贼 好 有兴奋 在冒费 有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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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玩的 谢谢观看